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群組的功能 那因為它功能還蠻多的 所以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 像我這裡有些家具 我希望將來它一起被選到 不要是單獨的物件 那通常群組就是因為 你希望它一起接受指令嘛 一起移動 一起旋轉 一起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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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起接受指令 所以你才會希望它放在一起 那我可以把我的元素選起來 把它選起來 然後在 建築面板的 這裡 模型的這裡 有個叫模型群組 然後跟它講 新建 我要去建立一個群組 點下去 那它就問你 請問這要找什麼名字嘛 好 那你就給它一個名字 中文英文大小寫都可以按確定 它就變成一個群組了 所以其實把物件群組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當然這裡我也一樣 到建築模型的新建群組 這樣就建立一個群組 那如果這個群組時候不要了 你選到群組物件之後 按這個解除群組 它就打散了 就歸回來了 所以建立跟解除很簡單 那再來看一下 你只要把東西組成群組 像這個叫群組1 這裡有寫 這叫做模型群組群組1 那你建立了群組之後 它就有一點點像 我們建立了一種特別的元件的感覺 那這個元件就可以重複被叫出來使用 那重複叫出來使用就是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模型群組放置 那當然其實最簡單 我們比較直覺是就複製貼上就好了 那只是說你如果今天在其他樓層或幹嘛 你想要另外再把這個模型叫出來用 很簡單 就是在建築的模型群組的放置這個地方 放置這個地方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你要選 你要選我到底要哪一個群組來放 那因為我這個檔案裡面已經有蠻多群組了 所以說這裡你現在看到很多 這裡好幾個 這邊有好多個 那如果你開一個新檔 當然一開始這裡是什麼都沒有的 那總之就是挑選群組之後 那你就可以在你想要的地方去放置群組 這就是建立完之後再來放置 那那個就是放置群組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專案瀏覽器裡面 其實我們除了在上面把這些 原件或群組叫出來用之外 在這裡也可以叫出來用 像我專案瀏覽器這裡有個叫群組這邊 那你打開這個群組 你就會看到它有很多模型群組在這裡 因為我這都是模型嘛 那模型群組剛剛是不是又建立一個叫群組1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點它跟它講拖出來 直接拖出來就可以放來用了 那這邊拖出來跟在這裡叫出來 原則上是一模一樣的啦 這兩件事情都是一樣的事情 那再來我們再講一個 好 像 這個群組 是不是我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如果你想事後替它命名 可以對它按右鍵 跟它講說 跟名 我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沙發 好 來 所以我跟它講 跟名 隨便 沙發主1、2、3好了 那我這裡跟名完了 將來我如果在這裡要叫放置群組 是不是也改了 或者是我從這裡拖出來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使用 所以那個就是 跟名的部分 好 那再講一個 如果某一個群組 沒有被這個檔案使用 像我剛剛這個群組 是不是我建立之後打散掉了 所以我現在場景沒有被使用這個群組 你對它按右鍵 就可以把它給刪了 但是如果這個場景內 有用了這個群組 就不能刪 所以如果你某個檔案 裡面你想把它刪掉 就按右鍵現在刪除 這個我這樣就可以刪除群組 那為什麼要刪除群組 因為在這裡刪 跟在這裡刪是不一樣 假設我把這個給刪掉 是指我刪掉使用的這個群組 那刪掉使用的群組 因為我們之前 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堂課有講過 所有的原件 都是從族群拖出來的例證 也就是都是從這裡面拖出來被複製使用 所以如果你現在把這個東西刪掉 只是說我複製出來的 用的這個東西被刪掉 但是我存檔 即便我全部都刪了 即便我全部都刪了 但是我還是有一個叫沙發組 一二三 這個東西放在這個專案裡面 只是我沒有被放在圖裡面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Revit 你會覺得用到後面很不得了 那個檔案超級大 事實上我東西可能沒有很多 但是檔案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一直不斷的去宰族群進來 一直的不斷的去用群組 但是你以為 我已經刪掉沒有用了 圖面上沒有 但是它在專案裡面 那你專案真的刪掉了 那個存檔才會真的變小 試圖內只是說我要不要看到它而已 所以來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幾個東西 一個是 新建 建完了之後 怎麼樣放它來用 放置的話在這裡 或在這裡拖出來都可以 然後還有按右鍵跟名 還有如果這個群組沒有被使用的話 它是可以被刪除的 所以我講的 新建放置更名跟刪除 來先試這幾個 好 好 謝謝